乌克兰士兵全副武装 选好地点离开装甲车 对着夺藏的俄军就是一阵扫射 随后俄军也展开攻击 乌克兰士兵立刻找掩护 烟消四起 双方你来我往 谁也不让谁 影片中曝光 乌俄双方在乌东巴赫姆特的击战过程 其中乌军更成功突袭俄军阵地 再往南部赫尔松地区前进 乌克兰无人机也大有斩获 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无人机锁定草原中目标 下一秒将俄罗斯铠甲飞弹系统炸成烟火锈 另一头的俄军则持续朝平民攻击 在19日炮击赫尔松住宅区 当地上加招牌全脱落 地面上还有残余的粮食 统统被炸到面目全非 还造成多人受伤 俄军的种种行为 引起乌克兰民众不满 其中俄国占领区的民众 更用行动来表示 据防卫部落格报道 俄军曾提及 占领区的乌克兰人 持续在进行各种抵抗行动 包括在食物中下毒 或是在亲俄分子的汽车 埋射炸弹 掩护物军并向他们提供情报 持续不断的抵抗运动 也已经对俄军的士气造成影响 许多人因为担心 自己成为暗杀目标 不愿积极行动 与此同时 乌克兰也正为冬季作战做准备 路透指出 由于担心西方供应军备 可能会减少 基辅当局正加强资产武器 也希望与国际军火商建立合资企业 帮助振兴国内工业 乌克兰与美国也将在12月6日 举行军事工业会议 积极推进联合武器生产 渴望突破当前僵局 记得首先整理报道